本港再多43人确诊新型肺炎 累计总数增加至453众 新个案中12人和酒吧有关 包括乐队成员、酒吧职员和顾客 卫生署说4家酒吧9对乐队 100多人属于同一公司 已经有16、7人确诊 其他人要送去检疫中心 另外长沙环昌龙工业大厦6人公司5人确诊 酒吧群组新增12个个案 包括4个乐队成员 3间酒吧职员 5个去过光顺的顾客 其中一个是22岁的女警 她20号和同事去过all night long 卫生署追查发现 11个个案都与4间酒吧有关 分别是南桂坊的Insomnia 湾仔Duck Still Dawn 和Santa Stage 尖沙咀all night long 而这4间酒吧属于同一间公司 有9对乐队 涉及120多人 9成是非值 当中16个人已经确诊 100多人会送去检疫中心 乐队之间的互相交集 或者是怎样他们的亲密 或者我们都在调查着 他们有给宿舍住 虽然又不是个人住 但是他们在工作上 或者是家居上都会有些接触 都会是比较紧密 每天都有酒吧个案 除了以承认情况值得关注 他问到政府是不是还会推禁酒令 还是限制营业时间 他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听到很多业界的声音 政府会继续乐意谈取业界的声音 当然如果业界 不同的业界 他就着这些场所 去做出安排 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减低人流 或者社交接触的一个安排 当然是最好的 也都没有那么欢迎 另一个本地群组 是长沙环昌龙工业大厦 再多一个48岁的女人确诊 即是同一个办公室 6个同事 5个人确诊 重心还一间公司 同事坐得很迷 又没有戴口罩 所以又感染 但是就不会公布公司的名字 43宗确诊个案 29个人有外游 两个是外用 其中一个人去到香港之后 曾经住过中介公司的宿舍 重心会追踪住过宿舍的人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同步道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